大家好,相信很多香港人都很喜歡多拉A夢 也就是以前叫叮當的藍色機械貓 不聲不聲,多拉A夢漫畫在2020年 就會發行50周年的大日子 今次這個吹嘴篇將會講一下 如果我有多拉A夢的法寶 那我就最想要它什麼法寶呢? 第一個我最想要的多拉A夢法寶就是徐二門啦 就好像我住屯門來做例子 由屯門去柴灣,如果全程利用港鐵的話 都要兩個小時時間 去大澳的話,去到屯門碼頭轉船 都要一個小時時間 如果我有了徐二門之後 我就可以不用一分鐘 就可以去到香港不同的地方 可以說是極其方便的 也可以省很多車錢 甚至乎有想過可以用徐二門 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城市 但是,如果當徐二門在香港普及化之後 我相信最受影響的 將會是本地的交通型辦箱 例如巴士 以及本地的鐵路也會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乘客可以不需要再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就可以去到香港不同的地方 但是,對於一些跨境的交通 例如國際航班 我個人認為的影響就不會很大 因為如果在你沒有簽證的情況下 去第二個國家而被人抓到的話 人家會告你非法入境罪 在這裡說少少題外話 台灣歌手楊成林有一首歌叫做《任二門》 那時候我就不知道楊成林是否有看《多拉A夢》 都很喜歡《徐二門》 所以才想到有這個歌名 第二個我最想要的法譜就是《公寓樹》 香港的樓價這幾年都是一直處於高的水平 甚至乎是被評為全世界最貴的樓價城市之一 很多香港人買樓又買不起 租樓又太貴 所以被迫住在一個幾十呎的劏房裡 所以如果有公寓樹的話 我就可以建一座公寓 建地底給自己住 其實我覺得林鄭政府應該好好解決這個問題 甚至乎參考新加坡的做法 第三樣我最想要的法譜就是《天氣箱》 以前香港有一句廣告對白 就是打球先來下雨 難道連天都不喜歡我嗎? 甚至乎陳奕迅有一首歌叫《沖上雲宵》 歌詞裡有一句是 天氣不似預期 難得放假可以去旅行 去到當地才看到原來下很大雨 你也別說不做慶 因為很多戶外的地方都去不了 就好像今年我又一次我去台北旅遊 有一晚我去曉河街夜市掃街 竟然下大雨 你可以想想一隻手擔著把傘 另外一隻手拿著一些食物 你也別說不狼狽 那時候我真的很想像《多拉希夢》 一個天氣箱能夠控制天氣到晴天 那就可以吃多少方便些了 講開吃東西了 那我就講完最後一樣我最想要的法寶 就是美食桌布了 去完台灣旅遊回來香港 總會臨起台灣的食物 但又不容易吃到 還有有時我都很想吃日本的地道美食 但日本的機票通常都很貴 就算你坐香港快雲 香港Express 有時那些機票都不會很便宜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希望可以有美食桌布 來變一些日本的地道食物 還有如果你身邊的地方沒有食物 又不想捱腦袋的話 這件法寶也都很幫得手 只不過如果當這件法寶普及化之後 我相信最愛救命的應該就是餐廳和超市 因為大家只需要用這條法寶 變一些食物出來就可以吃到東西了 除非好像《多拉希夢》另外一個故事的情節就是 大熊去了未來世界 吃了一碟意粉 還有換了一件衣服 之後《多拉希夢》收到賬單叫大熊付錢 否則我相信餐廳和超市都會很頭痛 其實《多拉希夢》還有很多很常見的法寶 例如《捉蜻蜓》和《如果電話亭》等等 不知道大家如果有《多拉希夢》的法寶 你想要什麼法寶呢? 歡迎在這條影片的下方留言 好了,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這條頻道 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 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